你不用跟我说有4个backdrop 4种股票了 而加上什么 就是你这么低层次的想法了 你直接是不想东西 你只是要说这人挂什么什么 然后躺下了这条扑街 那怎么搞呢 那你永远就是十几二十年之后 你就骂几百个扑街在家里面 你存的东西不是钱而是仇恨 人生可以很多个十年 但五十年应该很多人都是低一个 今次诚意邀请到三个古坛殿堂级的古评人 陆叔、郑苑创和郭Sir、郭施智 想来做龙叔个人五十年的经验分享 提早退休的提示 早了限时优惠很快就做完 机会可一未必可再 立即报名啦 希望大家经常留意我Facebook 我Facebook经常会透露一些猛人的最新动态 或者他对市场的看法 今天我老友英sir 我访问了陆叔 郭叔真是比你职 一只股票收息三百万 其实你应该这么说 时代又不同了 最近你知开关了嘛 多了很多应酬活动 见过很多年 没见过那些人 那些人就说我 你这两年老市场出现 那我说是呀 因为我不同平台都Face 每个都给面子 那我发觉有个问题 就是因为各个平台 都是好像以前拍英雄片那样 就是香港那些英雄片 我说的就是因怨情仇 可能是逼梁为枪 逼枪为梁 什么都好 就是80年代尾那些 总之接着就復仇 就是大发人心那些 就是所有元素有齐的 但是好到千篇一律的 OK 那如果我上个四维 都是说同一样东西 就好像你做访问一样 永远都是想要个answer 就不是要个过程 就是个思考过程是不重要的 总之我要个答案的 你不要说那么多东西 就是好像我和朋友今天谈开 现在流行John Rick那种电影 就是John Rick 就是说对白少过死人 OK 那为什么这么受欢迎 因为不要说那么多东西 大道理就是砍 等于你财经节目一样 大道理就是砍 那你说什么ESG 什么什么什么 关个鬼事 那迪士尼就是说ESG 说什么什么什么 要性别平等 要种族平等 接着说一大堆东西 变成英雄片 不是英雄片 是道理片 那变成了我们和电影市场有些不同 就是我们财经节目 全部变成John Rick 就缺乏一些深度 那就很满了 而且很容易变成别人的东西 因为最近我从去年11月开始 就经常性想重复 又重复再重复的东西就是说 宏观背景对板块轮动的影响 那么这个back day到去年 在富途牛九的一个讲座里面 那视频已经开始第一次讲的了 那时候就说 有四个不同的背景之下 就会流行四类不同的股票 此起彼落的 这样 流行完之后人们就回落 又跌至躺在那里 然后第二种流行又铲上来 那么因为现在那个宏观背景转得很快 那于是乎一转的时候 那些人如果行动不及的话 就会糟糕了 那所以我就发觉出现了这个问题 那所以变成做财经之后做得多 反而你累人的 因为那些人是听答案 就是我跟他们讲的 那个思考的过程 反而未必太着重的 那你不用跟我说 有四个back drop 四种股票了 现在卖什么 就是你这么低层次的想法 就是这样 所以就搞它不行的 好了 接着我现在想到 我来到这里之后就想到 因为我们不可以改变人 我们只有适应人的 所以对着你这种要求的观众的话 低层次是你的意思 要求低层次答案的观众 不需要这个过程 那我们应该集中说些什么呢 就是集中说些 有穿透力的公司 那什么叫有穿透力的公司呢 就是说他们要有穿透周期的能力 一直持续向上增长的 那我举个例子 最简单 这一年半载 大家看到最有穿透力的公司 就是外玛士和LV 因为你说什么加息周期 死开了 我的加价周期比它十倍 我理得你加息 即是我加价 我加价怕你加息 所以这些股票是很有穿透力的 尤其大家看到 那些死中 真的是死中的 真的没有问题 那品牌力的 又或者 好像我们那时经常说的 中海物业那样 因为经历了很多年之后 又有穿透力 那有些也可能很pumpy 就算它有穿透力也好 那个穿透力是没有那么厉害的 所以它的波幅是会厉害的 最好的例子就是东方海外 就是这么多年来它都有穿透力的 但是它的周期性是很厉害的 即是它发一大轮 但是就发高了 那这些就未必适合那些 好像你那些心血小的人 但是就适合一些 放一些在那裏做一个长线投资的人 其中一份汇指 那好了 穿透力说了这个重点 就是说原来是有堆公司 是有穿透力的 那我们做财经节目的重点是什么呢 就是怎样去穿透这些穿透力 即是我们理解这些公司 为什么它们有穿越周期的能力呢 好了 那刚才你会说2669有穿透力 那你知道那些人很欺人争的 好像你这些人 那你说2669有穿透力 不贵啊 那不贵啊OK 那6098呢 3319呢 是啊 当你和你说新鸿基有穿透力 OK 那新世界呢 是啊 行基呢 那是不是正常呢 这个问题 当然是不正常 为什么呢 穿透力是你一定要穿透些穿透力 你才会明白 为什么他有穿透力 他没有穿透力 那就是靠你解释 是啊 好了 我们解释了 为什么公司会有穿透力 通常来说 穿透力是几个样东西组成 就是护城河 无所谓的 就是有些人和他竞争 你不怕 定价权 我买多少钱 你能吹我仗 OK 我不怕的 最怕 就是我不怕你说我贵的 你迷惑什么 你有没有见过别人迷惑外马是鬼 当然有 但是没有人会理你迷惑的 是不是 好了 那执行能力 那其实这些大家自己想想 你也会明白 就是竞争 就是有优势 公司的执行能力也好 然后喜欢买多少钱就多少钱 那最近这一两年 大家会见到一个重点是什么呢 就是财政纪律 怎样去管理你那本数 有没有纪律 那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 中海物业和你刚才说的3319 和6098的分别 因为你现在中海物业 就是过去那么多年 你都见到他没有乱来 但是6098你就见到他因为他要扩张 他要做一些贵的收购 然后回来去增加他的增长 那便出现了 那财政纪律 那财政纪律 譬如你好像SVB 那便没有财政纪律 他收到很多存款 然后他就 哦我都不知道做什么好 我去供了他 那现在便出现了 那便出现了 那便变成了财政纪律 那便变成了财政纪律 这些时间的考验 是不是可以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他有穿透周期的能力 是慢慢慢慢大上去呢 那样 同样大家都会面对经济周期的 但是经过一段周期之后 有些东西是高了 有些东西是没有了 那这个就是不同的经济周期之后 那麦克尔伯利今天就 就是今天了 走去认错了 他说 为什么他认错呢 因为在很久很久之前 是不会有一堆人 是逢低吸纳的 现在就不是了 现在的人训练到 整天都逢低吸纳 所以有什么危机都好 跌很少的 是啊 是啊 是的 他承认了自己看错 因为NASDAQ 技术性牛市 是啊 那他说是出事了 你为什么会这样的情况 就是 麦克尔伯利就是 Big Shot 是的 因为你一大堆人 是踏水了很多 他们认识了 原来经济周期之后 有堆公司是有穿透力的 OK 我只是买堆有穿透力的公司就可以了 那所以你做财经节目的话 你可能你不方便 闹口闹面和嘉宾说 你究竟跟我说这件事 有没有穿透力 OK 但是 你都可以 应该是这样的方向 方向上隐藏的信息是这样 明白 然后观众去看的时候 Good point 你就是想 这一集《威言大义》 是不是在说穿透穿透力呢 其实你应该是分三个大方向 另外两个方向 我稍后跟你说 应该是分哪些方向 不是 你说的穿透力是需要 是以年来计算它成不成功的 那我们何时开始买 可能第一注小一点 隔两年再大注一点 即是是很长期的 来证明它有穿透力 是不是 你证明有穿透力的股票 就已经证明了 那就不会很便宜的 但是因为它们有穿透力 所以它们通常都会继续向好的 那我们都可以继续买 那你timing是永远是难控制的 所以你就可能是 我集中火力 好像你这样说 我要月供 那月供的时候你就要想 我要月供的大前提就是 我要一个穿透力的组合 而不是 随便说我要一个股票组合 即是等于中年老师 你不是听着我 我看一个你唱出来 你有没有穿透力 是一样的道理 其实你说的是很好很好 只不过我们不知道 怎么execute 和我们真的不懂得选 已经选择了一堆出来的了 现在那堆有穿透力的股票 大部分都是最高位的了 OK 只要你有少少用心去找一堆在高位 然后慢慢调回头 你的angle的分析要转 其实就是 你想的角度要转就是 这只股票在高位是稳笨 是一个hype 还是一个穿透力的展现呢 你明白我说什么 我明白 所以靠你的答案 有一个hype 可能它在最高位 但是它没有穿透力 我不知道 不知道就是你自己要去想 去试 你不是在看答案 但是在看答案的时候 很多时候你是会 就这样 你都会错的 但是有很多人 你就是 哎我求求其其 真的要攻 什么都攻些 不行的 总之的重点就是 你想东西 要有个起点 有个根源去想东西 你直接是不想东西 你只是要 哎 这个人挂什么 然后躺下了 这条混蛋 那怎么教呢 那你永远 就是十几二十年之后 你就会骂几百个仆街 在家里面 你就不会 你存傲的东西 不是钱 而是仇恨 OK 只会是这样 你没有一个angle 那个起点去想东西 你就不知道想什么 你连想东西的angle 都没有 那你怎么搞呢 是不是 所以跟你说 你记住三个字 就是尊透力 OK 那你就 那些比较懒 不是想怎么理 只是想说月工股票的人 但是这些人 未必个个都对 也都是 所以我跟你说 你节目有另外两个angle 另外两个angle 就是适合一些 另一种人 因为你刚才说 这些人可能比较保守 已经有一堆钱 就是这样 下一集再说 另外的两点